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随着野区一系列的改动啊 我们都知道 下个赛季 法系打野即将崛起 那在野怪属性条的里 我们可以看到 官方虽然降低了野怪的生命值 但是将野怪的物抗属性 进行了上调 那么这些是否会影响 物理输出型英雄的 亲野效率呢 我们一起来实测一下 我们以橘子为例 正式服橘友金 一级打完红buff时间为41秒 体验服转为42秒 也就是说 即使下降了野怪的生命值 但因为物抗的上调 在前期还是会略微影响 物理输出型打野的刷野速度 不过橘友金购买了允星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不管是正式服还是体验服 击杀暴君时间都为2分11秒 也就是说物理穿斗 可以弥补野怪物抗上调 所影响的亲野速度 那这里我们就要说说李白 李白的二级的剑圈可以减抗 前期打野基本不会受到 野怪物抗增加的影响 其次三级打野到贪婪之时 最高还可以增加100点物穿 那李白二级的剑圈最高 还可以减少475点物抗 如果李白携带的是 百川加暗影战斧 170点减物抗 加二级的475点减物抗 加三级红刀100点 那么李白最高可减少敌人845点物抗 要知道反甲加不祥征兆 也只能增加670点物抗 这就相当于一个坦克在你面前 直接裸装 当然李白二级的 减抗条件较为苛刻 面对坦克该刮杀的 你还是得继续刮呢 不过在下个赛季 对于李白而言 还是能吃到一点版本红利 喜提一波小加强的 说完刮杀大师李白 我们再说说T0打野蓝 瞧瞧这高达90.49%的半率 也算是独树一致了 近日官方又对他进行了调整 提高了蓝前中期一技能CD 当一技能点到6技时 CD保持不变 二技能基础伤害回退与正式服一致 二技能强化普攻基础伤害下调 AD加成提高 那正式服满级6神装 蓝强化普攻伤害为328 一套2AA小连招伤害为1296 体验服满级6神装强化普攻伤害为363 一套2AA伤害为1366 那后期体验服伤害是要高于正式服的 那此次调整啊 小幅度削弱蓝的机动性 略微提高了点后期的伤害 但是蓝最关键的点还是在于二技能 只要上调了二技能CD 那么蓝就会出现二技能刷普攻的空挡期 这个期间蓝是非常容易被集合秒杀的 然而此次调整只是上调了一技能CD 所以蓝还是没有伤其根本 这班位怕是下不来了呀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诸葛亮的十语天丝 与露娜皮肤的技能优化情况 优化了十语天丝 束发质感与纹理 强化了露娜紫霞仙子 一技能月光冲击波的特效展示效果 二技能镂空的弯月图案 回调为老板的八芒星图案 那加强了大招冲锋与托尾特效 同时啊 紫霞仙子跑步动作也进行了优化 那斐红之内呢 二技能外圈也增加了 小蘑菇云的特效展示效果 对此次优化 小伙伴们喜欢吗 一个暗地名为 一个普通的百合控的现有留言 昨天跑先下露特 也是惊天二杀 一图一石二撩 结果搞成了一石两活命 直接把我这个正在冲下露特战壁 前来学习技术的现有送走了 好家伙 看到这下班操作 不考虑冲战壁的时候 顺带考个处置证 虎牙688 每晚七礼拜 咱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